各位好,从这一集开始,我们把主题联系几集讲中美玩船,钓鱼和吃鱼,由于文化不一样,历史背景不一样,差距挺大的,前两天我想了想这个问题,我看见有养猫养狗很少有谈这方面的,我们就谈一谈,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吧,在美国,在这个 30年合同,30年合系,我在国内大陆生活了30年,美国也生活了30多年,美国的时间比在国内生活时间长,所以我想就谈一谈这个,有的没来过美国,我看了很多,实际上他讲的话的口味呢,特别适合于国内观众的观点 实际上,按照我们现在站的脚子讲,我可以很负责的讲,有很多人都没胜过,他只是待一两个月,待半年,待一年,实际上他对这个生成的东西,这个文化沉淀下来的东西,他体会不深 咱们废话少说,就讲一讲,咱们要讲吃鱼吧,吃鱼呢,这个很有意思啊,这个美国呢,我们比如说我们到这个罗德岛有一次钓鱼哈,这个当公安市,我们开车过去的,大概三个小时,晚上这个凌晨五点钟发船,我们夜没睡,开车过去了,结果那遇到鱼群了,运气好,不是每次啊, 钓鱼群啊,钓鱼群啊,都很大,这个美国的话呢,他这个,个人注意啊,他这个,上个山了,大家怎么着,赌,但是这个是资源的,第一个呢,就是说,每个人,多出十块钱,我记得好像是一百多一点啊,但是小费是,呃,百分之二十啊,这个有的人,如果那一天的哈, 这个,这个也是特殊,一点鱼群了,哇,整个船啊,拉鱼放下就要,你根本就不用上鱼石啊,就是你铁锅上不绑,我是绑了个红色的那个BG21,因为我们有经验吧,这个就直接把大铁锅,山叉的锅,呱放下,大概在一百多尺,是吧,这个一百多英尺啊,结果呢,堵,那一天呢,我想啊,我,我不想堵嘛,我就没有给这个,他叫铺,我就没有给这个,他叫铺,我就没有给这个,他叫铺,我,我就没有给这个,他叫铺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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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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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就是他卷的很慢 但是力量很大 收收收收 结果川老大有经验 从架子上跑下来 结果一看 哇 掉了一条特别大的鱼 如果我赌的话 比如说是 一百个人 就是一千块钱 他起完都给我五百 但是我没赌 哇 川老大气坏了 拿着个鱼 为着船撞 撞了两圈 一边走一边骂 这小子我让他赌 他不赌 你看来 今天要不然他就赢了 特别逗 那么吃鱼呢 这是美国的 有点个人 英雄主义 谁赌赢了 这个在船上是合法的 就是大家娱乐性的 不是说如果你像纽约的法律 不能自己开拓 因为美国五十个州 法律都不一样 那一天呢 就是说 大家掉的都很多 鱼头 这个血液的鱼头 按中餐来说 那是非常好的东西啊 非常好的东西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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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